感谢主我们今年要进行小组长训练 我们的意向也是拓展小组 得地为业 在小组的聚会里面呢 我们有游戏破冰 有话语分享 也就是或者是回应主日信息 或者是带茶经 另外呢我们有敬拜 我们还有祷告服侍 彼此祷告等等 在话语俯视当中呢 我们说这个小组长是很重要的 圣经有一句话说 牧人被击打 羊就分散了 所以呢小组长的 这个角色非常重要 如果他们被击打的话呢 组员也可能就会分心会散掉 所以组长是一个小组里面 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们前天我们也分享过 我们在如何带小组茶经里面 我们要有问题 要设置这个启发性的问题 实用性的问题 实行性的问题 所以我们提出的问题呢 要是好问题 什么样的提问 是一个好问题呢 一个是给人启发性 一个是实行性的 那我今天再补充说明 我们提的问题啊 是要引起讨论 而不是引起争论的 你比如说灾前啊 灾中啊 灾后啊 这个可能有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看法 其实像这些 不关乎主要救恩教义的 我们可以互相尊重 所以小组我们茶经的部分 话语分享的部分 不要落入争执理念 所以呢 好的问题是引起讨论的 而不是引起争论的 不关乎主要教义的 得救教义的 我们不需要 可以尊重别人 有别人的看法 这个不需要争论 一争论呢 就会受亏损了 另外一个好的问题呢 是生活化实际化的 生活化实际化的 另外好的问题呢 会教导人如何读圣经 你问一个问题抛出去 人家就开始回到圣经里面 好问题会教人 如何读圣经的 所以呢 我们不要去发问 不好的问题 什么是不好的问题呢 比如明知故问 什么叫明知故问呢 就是太肤浅了 大家都能回答出来 那你问了也等于百问 稍微有点圣经基础 都知道谁卖了主耶稣 所以呢 如果你提出一个问题 谁出卖主耶稣啊 就太简单了 明知故问 这也不是个好问题 第二种呢 叫另外一个极端 高深莫测 比如说 约翰福音 这个 21章 门徒撒网 打上153条鱼 153条鱼 为什么不是154条呢 为什么不是152条呢 你说是什么意思呢 请大家回答 哎呦 这样太高深莫测 其实如果这样的话呢 你然后就说 153这个数字 1是什么意思 5是什么意思 3是什么意思 有一点小题大做了 这样的问题 高深莫测 所以问题最后就是 不要太难 难到大家都打不出来 不要太前 太前大家都知道 所以提问 提出大家不知道 而想要知道的事情 这是最好的 所以呢 高深莫测的问题 也不要提 还有超人一等的问题 也不要提 所以我们说 在小组里面 不要常提 你们你们你们 要常提 我们我们我们 不要让别人感觉 你提出问题 在咄咄逼人 好像你高人一等 你比别人更懂 不要让别人 有这样的感觉 所以这个提问题 也是个艺术 另外呢 我们讲过 负责话语部分 我们一定要先 做好预备 不要有 不准备的风气 所以呢 你如果要看背景资料呢 先自己看 不要 大家已经开始 查 查神的话语了 然后就在那里 翻解经书 甚至拿出一本 厚厚的解经书 在那里翻 这都不是好的印象 不是说 不可以 不是说不可以 但最好事先有预备 另外一点呢 就是你带查经 带话语分享的时候呢 一定要掌舵 我们上一次也分享过 一定要控肠 一定要掌舵好 然后呢 你要鼓励每个人发言 有些人呢 你不鼓励他 他都不说话 有些人呢 就话就比较多 他一开口就滔滔不绝 讲个不停 那你就把他拉回来 要给别人机会 因为有的人不讲则已 一讲 没有半个小时 他是停不下来的 久而久之呢 会让别人不舒服 所以这一点 是要把控的 另外呢 小组长 鼓励大家分享的时候呢 自己也要留意 不要别人分享 其他组员分享两分钟 你回应的时候 就回应个五分钟 这也不可以 所以都要控制时间的 另外呢 关于说话 特别是小组来了 木道友 这个时候你特别要小心 你所说的话 要让他听得懂 这个时候基督徒 属灵的术语 就不要多 你比如说 我们有时候会提到 同工 我们都知道 同工和上帝同工 与上帝同行 与上帝同工 与上帝同工是什么意思 我们知道 可一个不幸的 木道友刚进来 同工 他以为是儿童做工 同工 你们怎么还会有同工呢 这不违法吗 他就听不懂 然后你一开口就 属灵征战 什么 信耶稣还要打仗啊 这不太平年代吗 我们不追求和平吗 为什么还要打仗呢 他当然听不懂 那你又要花 很长的时间解释 然后你说 我们讨论一下异象 异象他也听不懂 不是说完全不能说 有时候你说习惯了 说出口 也难免 但问题是 不要太多 要小心 意思就是要关照到木道友 就好像主耶稣说的 说有一个人 有一百只羊 有一只离开了 他就把九十九只铁 在一边 去把那一只找回来 所以 若有一个人得救 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 所以 我们关注木道友 绝对是合乎圣经 所以如果有木道友来的小组 你说的那么 鼠林 很多的术语 这样的话 别人会感觉不自在 觉得听不懂 觉得你们好像是 另外一个星球人 所以这个时候就特别要小心 那另外呢 如果有时候 偶尔 这个 像启示性服饰 那语调可以平一点 不需要大声说 语调 通常启示性的服饰 语调可以平一点 总而言之 你在一个话语分享里面 你的话 别人得听得懂 至少得听得懂 所以 曾经有一种学习方法 叫费曼学习法 它的意思说 你学任何知识 任何学问都一样 你想想看 你所学的这个学问 你能不能讲给一个八岁的孩子听 八岁的孩子能不能听得懂 那你说我还达不到这一点 那你必须再去思想你所学习的内容 学习到一个地步 你讲给八岁的孩子听 他都听得懂 你成功了 你琢磨透了 同样的我们讲出来 老人小孩都能懂 这是最基本 另外一点呢 就是要养成一个习惯 大家分享的时候 比如说有一个组员分享 通常我们的眼神 要和对方是相对的 眼神要相对的 这也是尊重别人 所以感谢主 大概再补充一些 所以我们就是 大家聚在一起 是有很多学问 值得我们学习的 感谢主